新北市政府为了推动银法长辈联谊交流 健康、舒服和共参关怀等服务 在新北市里面辅导成立了银法俱乐部 而今天中午在石门区的附近里活动中心 也成立了石门区第三个俱乐部 并且举办街牌仪式 目的就是要整合资源建立长辈们的 互助关怀联谊网络 并且鼓励他们多多参与社区活动 借此促进银法族的身心健康 3 2 1 请接牌 好 大家掌声鼓励 谢谢 现在我们都知道 石门区域里面想 我们的事实是我们的事实是上班族 叫过我们的石门区 叫过我们的拥会 有时间并且变成长久 所以我们打入这个机会来这互动 来这严厉 当然来到现在世西亚不少的所谓 我们都会一直来来做 这俱餐就是 三国乡让大家来共餐 吃点饭 开工 没想到我们在地区的 需要改进什么 由我们的堂堂来 大家借你们的堂堂来用 再跟你们说 你们跟我们说 跟副長说 跟委员说 跟委员说 大家来跟他们做好 是113处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未来也期待我们的公所这边 可以帮我们继续促成 我们在每一个区每个里 每个社区每个角度都能够来成立我们的营法俱乐部 新北市政府表示 在副级里活动中心这一处 是新北市第113个营法俱乐部 而未来市府也要在新北市 成立达到200个俱乐部的目标 而立长也说 未来会陆续充实休闲娱乐设备 让长辈有一个高品质的联谊环境 比较有时间来台长和我们运动 我们来做一个联谊 让我们去老大人 比较来我们目前有一个运动器材很多 包括按摩鱼 脚底按摩 还有脚底下 都在水面服 我们在里面来使用 这是我们九冬府北山的博物 或是北山的防餐店 因应台湾高龄化的社会 老年能口的福利与照顾问题 显得越来越重要 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共餐运动 加上现在又有影法俱乐部的成立 越来越完善的老人福利政策 让长辈们健康乐活不孤单 这些是端艺师们采访报道